我配蛇沒料 但是是蛇女選啦 蛇女被傑西Counter欸 老哥 是蛇 BSG 盲亮賈克斯 沒在怕 那打到卡桑蒂囉 這目前選擇 還不如盲亮卡桑蒂 我說真的 右邊這陣容很怕被帶走的 真的 你說那個大潤發在哪裡啊 是啊 大潤發到底在哪裡 在哪裡 還是蓋倫到底在哪裡 蓋倫要出來了嗎 蓋倫哥 來了嘛 蓋倫哥 真的來了 沒道理啊 他配個小橘 配個那個 艾爾文 選個蓋倫 既合情又合理 配合起來 大家老朋友 等一下 這個 嗯 因為反擊風暴擋不住 就他直接轉你 暈他直接反而血控比比較多 這個人直接進來套路啦 哎呦 小樹拿大樹 欸 這太貪了吧 再拿一個 這太貪了吧 他還要在這邊等嗎 他這樣種菜 他就在這邊等喔 沒有 他等重擊 對啊 他在等 欸 打球了 你當球 你當球 欸 這很貪欸 欸 拿了 溜了 哇 欸 這 蓋倫哥 你攻擊我的家園 欸 撞不了啦 你攻擊我的家園 反擊炮魚 欸 這殺不了啊 這殺不了啊 傷害不夠啊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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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得很高 我也不知道 壓力很大 來了 勾勾看 牛邦檔 欸 Q閃那個小局嗎 不行 沒有 這裡交閃 對面跟閃補傷害 無敵直接倒地這邦檔勾 還是得付出一下自己的生命的 哇 這個 上半部兵線很痛苦 所以這裡阿智也很難 插了一個眼 裡面是有粉眼的 綁到 變成籃框了 快死嗎 過去拉伯羅要打 要灌籃 同時Aidan往前繼續的進攻 阿智有現在跳嗎 解決交閃現 但對面衝了上來 Aidan繼續的追擊 開始轉轉轉轉轉轉 踢彩迷紅燈 把阿智直接轉死 開的魔力 轉圈圈 直接轉 對面的AD 狂狂你是選擇要回家 這讓挖個耳機會直接用徒步的方式支援 來到三波斯想打一波團嗎 一波轉起來要抓的是Aidan Aidan這波W開得很好喔 直接算是在時間內有開到 所以減緩了一些TT控制的時間 同時 球場開始 哨聲響起 開始打球 沒錯 6號選手衝得出來 戴希開錘預示者 這波預示者最終是有俊佳拿下 同時正面位置 希友直接被擠殺了 阿智慘血前方成功撤隊 後面還綁了一個拉伯羅 拉伯羅是有閃的 他這次在Bait 勾引 希望蛇女快快幫助他 拉伯羅沒有繼續的追擊 下一波拉伯羅選的勾 是留到了俊佳 俊佳交了一個閃 規避了對面的巨途瘴氣 但後面是一個閃線 結晰式踩到了毒傷 但是拉開之後 一個噴毒的怒克交了閃線 自己是換掉了冒凱 不過自己也升級險進了 最終怒克也是被擊殺 亞非利歐到場拿下了這顆人頭 我們將這波線吧 至少互角 影響太大了 上一把那個 那個凱特琳也有拿一顆頭啊 但是 因為他是一個凱特琳 所以沒什麼用 不一樣 沒錯 哇這裡阿智 直接就反射封號轉了 扛住之後選擇要離開 在對面要追到底了 沒有點燃但有大開始 欸 暴氣阿智也知道 這裡必須交戰 但天上一把劍 準備到場 飛在空中 Adan閃線下去 反射封號轉起來 這裡阿智還在拖時間 反射封號運作 再一次要閃線過牆 Adan追不到了 右邊位置 Mable看似想支援 但直接在草叢區被抓到 籃球開打 Mable當球 然後 他不大是因為傷害差一點 剛剛很明顯就差一絲 後面有TP嗎 蛇女要到了 完啦 這個有點 瓦可遲到了潛航終極 窄口區旁邊的TP 隨之而下 凱撒也飛了進來 瓦可只能嘗試的進攻 大絕沒丟出來就已經倒下 連帶無敵也被留住 但無敵的Q技能 捶到了三個人 後面要做飛擊 大節奏 無敵倒下 同時俊佳經常想抓的是 狂尼 但後面來了 竟然是一個 Mable Mable開槌 同時俊佳往前 一個握 回了血 算是整個PSG裡面 整個最核心吧 最穩的 在上面點燃 往前 天上的劍 掉了下來 這就是菁英蓋倫的連招 學會了嗎 直接一波COMBO 人人都是菁英 我學會了 大家一起來玩蓋倫幫 大家一起加入蓋倫幫 對利用有個TP的優勢 去帶線 沒辦法 換經濟吧 就他帶這個點燃能單殺啦 但是問題就是 每波小團他要哪一種 抓到拉伯嗎 沒有是狂尼 飛了進來要殺 殘血的拉伯吃了一個 欸我的盾竟然沒死 君家想繼續的追 終於用Q技能拍死 同時TP下來阿茲 趕到戰場帶一個球果 深化的球果 讓雙方一分為二 或想繼續的追擊 但超級球果 也將君家給彈走 就要常常什麼叫愛歐尼亞 喔 大寶劍 這個是什麼 他名就是德馬西亞 德馬西亞 大寶劍 這個菁英連招 菁英連招 戰鬥走一個茂凱 德馬西亞 感覺看完這把我也會餒 德馬西亞 德馬西亞 開轉 開一套 好不好 大家都造型也是這麼一套的 造型我打不就戳到 就是Q3連擊送你離開 掰掰 喔唉唷 就很過分 讓你嚐嚐我的 大寶劍 嘿 好這裡 殺完一個人 還可以再殺一個人 現在面對蓋倫 PS軍事沒有任何辦法 太恐怖了 這也想殺 但護盾真的很厚 感覺好像是俊家沒玩好 你combo沒打滿 沒打滿 對啊 傷害上面 他綁過去不是 他扣招R 他綁上去如果直接先丟R的話 再 哇他扣好多招 他扣E扣A扣R 有尷尬 扣爛 那就要付出代價 制裁者登場 啊 德馬西亞 就是這麼強 沒錯 你想動他 沒有什麼辦法 那就是勾到牆 被COMBOCC控制 但沒事 PSG 這個怎麼會打不敵 要做交換嗎 但現在不太容易 BTS早就佔得先機 小龍池子裡面 全是來自BTS的視野 還叫了預視者出來 不好打 同時代視野出了來 這蓋倫側切無敵 想搶嗎 小龍就在眼前衝了 繼續就艾文 穩穩拿下了這條小龍 蛇女怎麼丟 他去追阿智了 上面是一個 是蓋倫在於 德馬西亞 又送走了MAPLE 我看你們是完全不懂 我手上這把劍的含金量欸 Adan利用了艾文的飛天 再去追 德馬西亞 又送走了一個冒凱 我們在下面被三條阿智 打不贏 直接被盜格給擊殺預視者 順勢要來推中路的位置 蓋倫想繼續追 不理不愛的往前 Q技能敲到 想繼續追擊 德馬西亞 沒有啦 沒有啦 還得喔 不得啦 不得了 還能得喔 不得了 只有追著跑的份 我真的說這個PICK是個敗筆 欸蓋倫 就玩在手掌心上面 來看一下這波 想搶 光走進去都是困難了 主要還是這個蓋倫太猛啦 然後 無敵怎麼會去頂這個蓋倫啊 太搞笑了 他牛頭人 感覺很不熟欸 這角色你會戰WQ用了 你就是個 你就是塊牛肉 牛排 你不可能說你主動去頂的 他不頂那個蓋倫 還不太敢走進來 他怕他 德馬西亞那個券 擠進來的時候被Q起來 就很蠢 但是結果這個人居然主動頂我 那不就叫我提箭上槍嗎 唉唷 直接上去 處理了 而來到下半邊開轉點燃下去 我們可以一起準備來大喊 欸 德馬西亞 哈哈哈哈 就跟你說 人家一手老蓋倫 你還敢選賈克斯喔 高中生 哈哈哈哈 十年前 超級經典 很好看 德馬西亞最近另外一邊PSG 另外一邊了 來了 科技的代表 來自了傑西 這最新的動畫 這最新的動畫要倒了 Maple消失了 緊隨在後的打野 俊佳也倒了 挖口 進化早解了一點 但還是有韌性的效果 拉著後面 想繼續拉扯 砲台交好 同時進場的阿智 報信 直接收下了神女 他滿裝胎 要開始追擊 後面挖口還在拉扯 他後面有個凱莎來了 要來抓 跑不掉 挖口直接被一個普攻 狂子給點下 但後面還有阿智 阿智想要拯救世界 但被三個人給包在的中間 他能走嗎 稍微坐拉扯 但其實PTS在等人 德馬西亞要到了 制裁者要來了 不得已只能開戰 閃現選條1 那框裡有目射黑刃 他躲了反擊風暴開A AIDAN要到了 阿智 最終等不及AIDAN 自己已經先行倒下 為什麼這兩把BP問題這麼大啊 來看一下AIDAN 經典連招交給大家 經典連招 AQ1 然後加那個戰 那個技能 那不理會 這看來好像不怕這兩個人 不怕1打2 我感覺他這裝備是可以1打2的 閃現往前 開轉不理破壞者 但被傑西可以吹走 假設是均勻轉 但他完全不會有 AIDAN準備往前 這把死 哈哈哈哈 再來啊 還有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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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DAN想繼續追 牛的combo跟上點燃 終於要殺掉了嗎 往前繼續轉 死了死了死了 這血量終於換掉了 在家裡爆了 家裡什麼都沒了 家裡BBQ啦 這全部人都殺進來 PSG只有WAKO一個人守 後面的TP 趕了回來 但人員也可能要死 牛真是死 Q了一個戴希 就直接死去的兵線 帶著BUNK的效果 BTS 最本來結束這場比賽了 PSG 能守嗎 前面操作小平大牛 在操作裡面一勾 限制到了WAKO 前面都敲了起來 艾爾文也做到 限制凱撒直接一波 飛秒殺 把WAKO給帶走 BTS 現在BTS走了進來 這隨便一勾 就是往對面正前面的人做的操作 被勾的瞬間 PSG不得已只能先行開大 但當然BTS很冷靜 選擇拉掉等技能結束之後 再往前強盾 而且要再次WAKO起飛 後面位置進場了 Adan連結自己的隊友後 蛇女阿傘 控了DC 無敵選擇開戰 同時要衝進場 這波MAPLE 垂了這蓋倫 這老蓋倫不會扣血 後面的位置 WAKO努力的輸出 後面拉布朗給拖了 自家的輔助 拖不過對面的輔助 剩下的位置 蓋倫衝進來 想繼續的追擊 他的大寶箭早已用過 這裡BTS甚至可以大喊聲 德馬西亞 要來結束這場比賽 讓我們恭喜BTS 已經是讓惡 追惡了 完蛋了 2 3 3 5 5 6 6 7 8 8 9 7 8 8 9 8 9 9